它是我用過拖把裡面的第一名 超級好用 我常常就覺得那種傳統的拖把 把拖把的毛沾濕、拖地 再回來清洗那個毛 那個過程應該是不太乾淨吧 用了十次以後 那個拖把是從白色變灰色欸 我從以前到現在就覺得 那個是細菌的溫床 但自從有這種拖把以後 我就可以 - 脖把是從白色變灰色欸 - 哈囉,大家好 我是絕對沒有潔癖的桌椅圈Jersey 我個人只是比較喜歡乾淨的環境 所以我最近又發現 有一些東西用來打掃家裡 真的很棒欸 忍不住來跟你們分享 而且這些東西其實都不貴 那如果可以花一點點的錢 再加一點點的時間 來讓空間保持正潔 這不是很棒的事嗎 所以如果你也跟我一樣 是稍微比較愛整理的那種人的話 那以下這些東西 我一定要推薦給你 首先我第一個想要推薦的是手套 我知道聽起來很弱 我所謂的那種手套 就是你們買得到的那種 清潔用的橡膠手套 我之前也是很瞧不起手套的那一派人 會覺得又不是小公主還是什麼的 掃東西你還要戴著手套 而且你家不是特別的髒 那掃一下會怎麼樣 當然啦 我之前就是沒有戴手套的狀態去打掃 結果過一陣子我就發現我的手啊 大概是這個部位吧 就開始出現均裂 而且紅紅的 然後還會脫皮會發揚那種情況 後來我才發現原來是清潔劑的關係 所以我的皮膚才會產生嚴重的發炎反應 所以我現在再也不會瞧不起手套了 我只要進行那種刷東西的工作 我都一定會戴手套 像是洗碗啊刷瓷磚啊這些 手套真的超級好用 所以如果你也跟我一樣是皮膚比較敏感的人 那真的準備一雙手套 對你來說一定非常有幫助 我第二個一定一定要推薦給你們的 就是這種拖把 這個 我知道你們看起來就是普通的拖把 但其實它超級好用的 它是我用過拖把裡面的第一名 超級好用 它這邊是有四個孔的 大家不要以為這個孔是給你裝飾用的 因為它這個孔其實跟它的除塵紙 還有它的濕紙巾配套的 所以你可以去買這種濕紙巾 那濕紙巾它的長度 剛好就可以扣在那個四個洞裡面 所以你把它扣上去以後 它就變成一個濕式的拖把 然後你把整個家打掃完以後 你再把那個濕紙巾丟掉 是不是非常的乾淨 因為濕紙巾它只能用一次嘛 所以你也不用時候再去清理你的拖把 我常常就覺得那種傳統的拖把 把拖把的毛沾濕 拖地 再回來清洗那個毛 那個過程應該是不太乾淨吧 用了十次以後 那個拖把是從白色變灰色欸 我從以前到現在就覺得 那個是細菌的溫床 但自從有這種拖把以後 我就可以用濕紙巾來打掃整個家 而且 這種拖把可以把它變長 又非常的輕 女生就算想去打掃天花板啊 比較高的牆壁 那些會有灰塵嗎 什麼的 都清理得到 再加上它拖把本身很薄 所以它可以生進那種 平常打掃不到的空隙 像是床底下啊 電視櫃底下啊 這些地方都輕輕鬆鬆 第三個我想要推薦的是這種除橙紙 那除橙紙它長得像這個樣子 其實它是可以扣在我剛介紹的 那個拖把上面的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單獨用它 它是不用沾水使用的 你只要拿著它 像一般的抹布擦過有灰塵的地方 那灰塵就可以被除掉了 我之前除灰塵的方式是用濕紙巾 可是我發現 就算濕紙巾擦過去了 還是沒有很乾淨啊 除了灰塵沒有辦法完整的吸附起來之外 濕紙巾它竟然留有棉絮 所以在黑色的表面上面就看起來更明顯 那這樣我擦完以後好像也沒有比較乾淨啊 後來我就試試看這種靜電除橙紙 結果我發現它只要一擦過去 所有的灰塵都不見了欸 是不見了欸 而且也沒有濕紙巾留下來的那種水痕 看起來非常的清爽乾淨 當然啦 如果你是想要處理那種 已經附著在上面的污垢了 那樣的情況你還是要用科技海綿去清理它 可是如果只是一般的灰塵附在上面 那你用靜電除橙紙 就可以清得乾乾淨淨的 那下一個我要推薦的是 預測除霉噴霧 我用的是這個 這不是業配喔 這我用了覺得很好用的 當時我在浴室 突然間看到一個角落它發霉了 我就覺得 備受打擊 因為我覺得我平常打掃的那麼辛苦 那那個部分怎麼會發霉呢 結果我後來發現是 那個平台下面有時候會有水落下來 結果在那邊聚集以後就慢慢的發霉了 但我看了就很噁心啊 所以當時看到這個以後 我想說嗯 試試看好了 我當時是不太抱希望的 我想說這種噴霧不就是噴安心的嗎 我就在那邊噴噴噴噴噴噴噴個幾下 想說喔 好啦 讓它停留一段時間好了 因為它上面的說法就說得很神奇 說什麼你噴個幾下 然後讓它留在表面上 一陣子再用清水沖掉它就不見了 我那時候照做了 心裡是覺得怎麼可能 但後來我去拿蓮蓬頭沖水的時候 那些黴菌真的不見了 真的不見了 真的不見了 它是真的像沒有發聲一樣就不見了欸 沒有想到這個噴霧那麼強欸 實在是太好用了 如果沒有這一瓶 我真的覺得我們家的浴室 某一天就會長出香菇了 如果你們家的浴室也有那種黴菌的困擾啊 真的 這個好好用喔 誠心推薦 然後下一個我要介紹的是這種除毛刷 那這個除毛刷主要是用在那種地毯啊 或者是沙發上面的表面 或者是你的衣服 因為這種材質它也有這種大小的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就可以用在衣服上面 我之前啊除那種沙發上的毛啊灰塵啊 都是用那種黏成滾輪 但我發現自從養了狗以後 那種黏成滾輪其實很快就會用完了欸 你就黏一個區域 然後你就要換一張紙 因為它的消耗量那麼大 我家又不是開金庫的 哪有辦法承受我這樣子每天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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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後來我就試試看這個 超級好用 因為我們家的狗非常喜歡趴到沙發上面 所以它一趴沙發就整個都是毛 更別說它喜歡在我們腿邊蹭來蹭去 那褲子啊 裙子啊 衣服啊 也全部都是它的毛 沒想到用這兩個東西 就可以把它清得乾乾淨淨 而且它是可以一直重複使用的 對我的錢包來說也很好 雖然兩種形狀不同 但是材質都是一樣的 就是摸起來毛絨絨的 感覺像是地毯的那種毛 如果你們家裡也有寵物 然後常常被他們的毛困擾的 真的很推薦可以去買這個除毛刷 真的非常好用 好啦 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我是主人萱Jesse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麻煩幫我訂閱加分享 而且一定要開啟小鈴鐺囉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